是不是领遗产一定都是赚到 会不会有人领到遗产 结果反而赔得不得了 在98年以前的确有这个问题 就是负债子长嘛 因为其实爸爸可能 他可能有遗产 但是他其实在外面的欠债更多 那98年之后就有修改 变成限定继承 什么意思 拿多少还多少 这就是限定继承的意思 那有人就会 拿多少还多少 对 比方说爸爸 他有遗留了一千万的遗产 可是他有八百万的负债 那所以你就可以只拿到多少 两百 两百万 你不可能拿了一千万 你八百万不管 对 不可能 照你说说这两个一定要并存 不能够说不负债 只拿只赚钱 但是如果他负债一千六百万 你也不用还 对 你只要还这一千就好 就只要还一千就可以了 就是拿多少还多少 那刚才有提到说 是不是遗产继承都一定会赚 真的不一定 那有的人会说 其实我跟我爸爸很久没联络 爸爸可能很早就不知道去哪边了 那他突然死了 他可能有负债 到最后我又被背上一个债 怎么办 这时候可以告诉大家 刚刚布兰宁有讲到这个抛弃继承 你只要在窒息 爸爸死亡的三个月内 去法院办抛 三个月内 三个月内 而且是窒息 爸爸可能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可是你五年前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在窒息的那一个时间点 算三个月内去抛弃继承 你就不会有这个债务的问题 但是必须要先了解 他这个父亲生前的 这个财产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负债 应该是说会找到你 就是爸爸可能已经变无名师了 或者是说他在外面债权人 找不到爸爸找到你 追不到了 对 所以你那时候可能 实物上案例就是 你那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我爸爸已经死了 而且还留下那么多一笔债 你在那个时间点 再去办抛弃继承 你有遇过这样的案例 我个人没有 可是我这边的确有 就是你要注意一件事 我的朋友 他的爸爸早年因为就很滑心 外遇就出去了 是 挥率了不知道 但是往生之后 他立刻就去办抛弃财产继承 因为知道外面的债务很多 多少不清楚 对 他抛弃是对的对不对 对 来了 怎么了 他忘了帮他儿子办抛弃几继承 你知道你自己抛弃几继承 他在年代吗 他阿公的孙子的意思 有 有真的 五百万在孙子身上 那他孙子应该气到爆掉了 那只是婴儿啊 可是这个程序你要做到足 不是自己抛弃 是孙子的 你只要帮自己孙子 也好 算是有效用 你伸到哪里抛到哪里的意思 对 你伸到哪里抛到哪里 你伸到哪里抛到哪里 户籍之内的 血缘关系的同样 太太也要抛吗 反正有血缘 你如果为了保险起见 只要你收你的哥哥姐姐妹妹 然后什么 你都叫他们去抛一抛就对了 赶快去抛 伸到哪儿抛到哪儿 对 不能只抛你自己 我が要进行之后 请起 og把我尽散 停 养地 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